現場的聚養 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 這個的物理意義 就比如我們常見的 多項是 我們的穿梭個形 我們的穿梭個形分母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些微分項 分子的部分是這些 釀動項 所以動画如果是一個穿梭個形? 這是傳統上面給我一個方程式 然後我用傳統的方式可以得到這個 approach 得到這個穿著方式是怎樣 那如果換一個角度 從 state-space 的方式來看的話 那各位看這個的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就分母嘛 分母等於 0 就是它的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就叫 pole 的位置 那從那個 state-space 的 approach的話 這個應該等於 CSI 檢別 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那我們來把這個再把它展開來 這個有個 inverse 矩陣 everse 的矩陣就會變成這個的行列式 跟這個 adjoined matrix adjoined matrix是一個 matrix 不是一個反矩陣 所以下面這個行列式 行列式就是一個常數 determinant式的常數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會變成一個 determinant C 這個要叫 所以各位看那個矩陣的部分 這個 G 可以是存量 可以是矩陣 可以是向量 我們上次有說過 如果 A 矩陣是 N 乘 N 那一般 B 大概是 N 百萬 C 大概是 N 百萬 這是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過 如果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C 跟 B 的話 跟 D 可能都是矩陣 那 D 大概一般都是一個向量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上面可能做完 基本上還是一個矩陣 但是下面這個一定是個存量 這個 determinant 在這裡 determinant就是這個 Si-A 的 determinant 這個方程是如果等於 0 的話 也是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所以從傳統的做法 我們就知道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在 state space 裡面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說穿的就是 determinant Si-A 如果等於 0 去解這個值 就是它的 pole 物理意義就是這個系統的 pole 那這個我們在 168 吧 對 我們在 168 月的時候 這邊有提過 如果 A 矩陣長這副樣子 就是所謂的 CCF 如果長這樣 那我們說這個 determinant Si-A 說算就是這個 當時我有請你回去算 因為那時候快接聽期中考了 所以我就沒有太力驗收 當時交流有兩個 一種是用歸納法 一種就是用印去算 就是 N 接 然後降接的方式去算 所以不管怎麼樣 請你去驗證這一塊 那我應該是第三次提 這個驗證這一塊了 好 那麼既然這個的物理意義 determinant Si-A 等於 0 這個物理意義是 是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然後如果等於 0 就變成那個 這等於你有解它的根 它的根在這裡看起來 它的物理意義就是這個系統的 pole 那表示說這個方程式 是一個很重要的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 determinant Si-A 等於 0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學過 叫做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這是我們以前學的 以前學的時候 但注意講 這裡是從系統論 所以這邊我們符號 這邊是用 S 不是用數學用的那個 lambda 那不管怎麼樣 用 S 也好 因為 S 也是個 complex number 那以前我們學的 那個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lambda 也是 in general 它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以前從數學的角度去做的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從系統的角度發覺說 有這個物理意義 所以我們再回去把 以前數學所學的工具把它拿出來 看看數學上面有幫我們什麼樣的忙 所以這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會跑出來 來我們看看 你看我看到傳統上面解這個 這個是簡單 recall 一下 我們說的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是說如果給我一個矩正 A 那一般 A 是一個 square matrix 那這邊也再回顧一下數學 我們在算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這個 A 一般來講是一個 square matrix 那我們就要問 那如果 non square 怎麼辦 所以 non square matrix 對一個矩正來講 對一個矩正 A 來講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的廣義版 擴充版 它叫做 singular value 也就是說矩正 A 本身不一定要 是一個 square matrix 所以有個 singular value 那我不敢確定你們大一 教信心態度有沒有教到 singular value 如果沒有教到 singular value 也沒關係 那個往後你們 如果你有學研究所是 是學到一些跟訊號有關 跟系統有關 你多半都會知道 它是針對 它是 A 的廣義版 A 是一個 M 版 它不一定要 square matrix 那這時候同樣的這些觀念 同樣的這些觀念 有一個叫做 singular value 當然也有一個叫做 singular vector 那這是廣義版 所以說 M 如果等於 N 變成 square 的話 Singular value 就變成 eigenvalue 一般都有一個擴充版 所以對各位來講 你要做學問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就你要那個敏感度 因為你都要考研究所 雖然你也不知道為什麼考研究所 那考研究所一般是這樣 就是你要去對你以前所學過的 每樣東西最好採存疑的態度 結果我們現在可以講 14個 square matrix 你就要自己要聯想到 那如果 non square 你怎麼辦 那一定是有解 過去的人都解過了 對你來說 你不一定要把它解出來 因為個人覺得對你沒什麼用 但是我跟你講說 常常會有對物件或對事物 持著批判的態度 而且去找答案 這就是一個態度 因為這個態度會讓你人生會成功 而不是你把這門課學了100分 你會成功 不是這個 所以我可以強調說 non square 的東西也有 solution 也有 solution 所以這邊我們是 focus 在 square matrix 那在我們以前是說給我 given a 是 given 那麼我們說有沒有辦法找到有一個項鍊 這樣不能等於0的 它運算完以後會變成 lambda p 那過去我們可能覺得這個就是純粹數學 就是我們數學以前就是說 ax 那 x 就 x 就不等於0 這是以前的寫法 只是現在改成p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那因為我們學過系統 以前你在大一的時候 這個純粹是數學 就只是運算 那你現在學了一個系統 就想像有一個系統叫做 a 有一個 input 叫做 x 這個 operation output 叫做 y y 是 a 乘以 x 這個運算 那我們就問自己說 什麼樣的向量 進去這個運算以後 它的輸出會還是它原來的樣子 y 等於就是原來的樣子 只是被你改變了 被你改變了 所以我常常用這個都會用公園裡面 哈哈鏡當作一個例子 你現在就是 x 鏡子就是一個 a 然後鏡子裡面呈著像叫做 y 如果哈哈鏡有時候你會變胖啦 會被你拉長啦這種的 那會拉長變胖 這個就有點像這個 lambda 的味道 但是你還是你嘛 你沒有改變掉 沒有改變 那如果不是哈哈鏡子 是純粹的鏡子 鏡子的 a 就是鏡子 x 就是你 output 的 y 等於 minus x 因為它剛好左右相反嘛 所以那個 eigenvalue 就是負一嘛 那我們看這裡 所以你去多思考 什麼生活裡面什麼東西有跟這有關 你如果可以跟生活連結在一起 那表示你學問就會比較深一層 好 所以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運算網會得本身 所以我們稱之為 eigenvalue 因為這個意思叫做我們上次說過 一樣的意思 這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input 是一個 vector 出來的 vector 跟原來樣子是一樣的 所以這叫 eigenvector 那多應的這個值叫做 eigenvalue 所以建議各位以後再碰到這個 就不要再翻譯成什麼特徵值 特徵向量 這個不會把人家弄 confused 掉 好 這是我們以前學的 這沒問題 那我這邊紅色是把它以前學的結論下來 就是一般來說 這個 lambda 不同的 一般的這個 lambda n 如果是一個 那知道這個等於要解這個等於0 解釋等於0 相當於解這個行列4等於0 這行列4等於0 就是相當我們在解這個一樣 所以我們說這件事情 說穿了就是解 a 的 eigenvalue 原因是從這邊過來的 那回到 eigenvalue 我就學過說 如果 a 矩陣是一個 n by n 的矩陣 這個是一個 lambda 是一個 n 次方的多項式 多項式的話 它應該有 n 個根在裡面 但是這些根可能會有重根 如果沒有重根是最漂亮 但是它可能會有重根 也就是說一般來說 我這結論出來 這邊講的這些結論是怎麼得到的 是你大一學過的東西 我這邊不太去多說了 我直接把這個結論出來說 如果你現在根都是相義的根 那就 n 個相義的根 每一個 lambda 都會對應一個 p 每一個 eigenvalue 都對定一個 eigenvalue 這是沒問題 但是一旦有重根 舉個例子 比如說它有三個重根 那有三個根應該找到三個 eigenvalue 如果重根就不一定了 所以當我有重根的時候 我可能只能找到一個 eigenvalue 其他兩個不見得找得到 那不見得找到怎麼辦 對我們來說 如果不見得找到 就表示這個式子不會等於零 所以我們就會把那個 eigenvalue 把它廣義一點一樣 把它變成 generalized eigenvalue 所以今天就是在教各位 什麼叫做 generalized eigenvalue 當然我不確定你們大一有沒有教過 不過就算有教過 你當然也忘光光的 所以沒問題我們再教一遍 但你注意一下 我這個名字叫做 generalized 它是一個廣義的 就像我們講說 A 本身 square 也可以變成 non square 它也是個 generalized的東西 所以這邊結論就跟你講說 我現在開始應付那些有重根的 如果沒有重根 這個問題已經解了 沒有問題 但我要對付那些有重根的 因為有重根的 eigenvalue 如果有重根 不表示我可以找到 對應的 eigenvector 出來 所以找不到之後 我就必須用這個來替代它 所以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 generalized eigenvector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也是要 recall 一下 eigenvector 有一個特性 如果你以前對不同的 eigenvalue 所產生的 eigenvalue 它的特性就是 所有的 eigenvector 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它一定是線性獨立 那 vector 如果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就可以用這個 vector 去 span 一個 space 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要去做一個二維的 二維 我們一般大概需要 E1 E2 我也可以找一個A矩陣 它的 eigenvector 它叫做 P1 它這兩個甚至可以不是垂直的 都沒關係 只要兩個獨立的 我就可以span 我這個也可以同樣span做 R2出來 這個也都是以前學過的東西 所以 eigenvector 一定有個特性 它一定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它可以當作一個基底 可以當作一個基底來用 再說一遍 基底不一定要垂直 只是我們習慣了垂直的基底 因為我們一般的坐標系 都用垂直的 那不是垂直的線性獨立的向量 是可以透過一個 你們大家也教過一個 process 可以變成一個垂直的 這裡面大家應該有教過你們 如果你很迷戀 一定要垂直的話 不垂直的東西可以變成垂直 這大家也有教過你們 對我們來說 我們只要linear independent 就不一定要oskono 只要linear independent 這個條例就可以 所以 eigenvector 就有這個特性 那如果你把它變成generalized eigenvector 既然你名稱還是掛這個 還是掛 你可以找你的generalized eigenvector 去解決這個 從根的時候 找不到 eigenvector 的窘境 但是你找到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希望它還是有個特性 叫做linear independent 也就是說你透過這個方式 找到的generalized eigenvector 它跟 eigenvector一樣 通通都有linear independent的特性 怎麼找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第一步 先這樣做 來 如果我現在找不到這麼多根 對吧 這個是找得到的 第一步是這個 這個p 就是 eigenvector 我後面又有範例 來告訴各位 那第二個 eigenvector 怎麼找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 eigenvector 就是符合標準的定義 第二個 eigenvector 第二個 eigenvector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你看到這個是同樣的 eigenvalue 這叫lanta j 同樣的 eigenvalue 這個東西解決 當然不再是0 我們當然得-p1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我們當然會告訴你 我們的找法得-p1 找第三個的時候 第三個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是找-p2 這邊可以找到p2 這就解ax等於b的矩陣 你以前在學向量的時候 不就這樣解嗎 你把這個當作a 這當作x 這當作b 解x 大一就教過你怎麼解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依此類推 如果這個lanta j 有m個重根的話 就會變成像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陌生的話 我們先看一個範例 這個是177 你這個範例 回來對照這邊的說法 再來看linear independent 我們舉這個例子 假設我一個舉的 A長這個樣子 那麼你用man-level 就可以做出來 它有三接 所以應該有三個根 一個叫2 一個叫1 一個叫1 這是它的 eigenvalue eigenvalue 看起來是這樣 如果這是單1的 lanta等於2 你去算它的 eigenvector 這個就2-1-2 這個應該自己算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不太交代了 lanta等於1的時候 算清算 也可以算出p1出來 你可以寫這樣 也可以寫這樣 這兩個都ok 對不對 一般我們習慣會寫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太喜歡 有分母的東西 所以這個你只要簡單算 所以這個r跟這個1 都是所謂的 eigenvector 但是這個1會重根 理論上你要找到兩個 eigenvector 但是當你解這個方程式的時候 解這個 解這個的時候 現在lanta用1帶 我們來看看 當你lanta用1帶進去的時候 就變成是i-a 這個舉證算起來 算起來這個 這個 那麼等於1的時候 只能找到一個根而已 那就要帶進去算 一樣我這邊都沒有 再跟你交代輪理 你自己去算 a在這裡 你把你解這個東西 會變成一個新的舉證 去算算看 它為什麼 只有一個根 那這個會跟什麼有關呢 這會跟這個舉證的 nual space有關 但我不太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一個叫做 rank等於n 減掉nual space的dimension 這個 anyway 就這個是這樣算 你只要自己去算一遍就好 我們不能再交線心代數了 就這裡你只能找到一個 那怎麼辦 那怎麼找第二個 來 第二個的解保告 你要找 第一個已經有了 這部第一個已經找到了 第一個找到的是這一個 或是這一個 這兩個都可以 都可以 那這時候 這就是p1 這就是p1 第二個怎麼找 第二個這個減這個p2是你要找的 等於minus p1 這個已經有了 這個lambda現在目前就是1 就是i-a的p2 解去p1 解這個方程式 你這個方程式解出來會長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寫這樣子 你也可以把這7拿到這個變成49 這個隨便你寫 沒有這要求要怎麼樣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用範例告訴各位 那請你去做一下 那至於上面這一排的不擠 我現在再教各位 這邊前面開始講 這個講性心代數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了p1 p2的解法就透過這方式去解 這個範例告訴各位 然後再回到這個數學的地方來 所以我們叫p2 如果你有3接4接5接 就一路這樣下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步是告訴各位 怎麼去找generalize eigenvector 那既然它叫做 eigenvector 所以它一定要滿足一個特性 叫做 linearity independent 好 所以 linearity independent怎麼做呢 那你看我這邊也是一樣 你怎麼去知道它是叫linearly independent 以前我那做法是不是這樣 令它等於0 然後要折ci都等於0的話 那麼這個項量是不是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我們證明linearly independent 是這樣證明的 先令它等於0 然後證明ci全部都要等於0 那這邊的證法一樣 要請各位再花個心思回去算一下 那我這邊給你 假如我現在用三個範例 我這邊先做一次給你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舉例子 比如說現在三個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c1p1加c2p2 你們先不要操了 因為我寫的東西會有差來差去 你們先不要急 那你的目的 那你的目的 你要證明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變成兩個也可以 這邊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所以我這邊是用來讓你去對照一下這一邊 那你看我兩邊 你看他說兩邊乘這個 兩邊乘這個到兩邊來 什麼叫兩邊乘 你看是這個東西我乘上 λ i-a c1p1加上c2 λ i-a p2加上c3的λ i-a p3 還是等於0吧 兩邊乘上λ i-a 這個0乘上的結果還是0 那這當然有個條件 a x等於λ i-a p等於λ p 因為p1是 eigenvector 顧名思義啦 這項是不是等於0 這個等於0 所以我是不是就得到c2 這個是不是等於minus p1 看到嗎 這是minus p1 這個呢 這個呢 所以叫minus p2等於0 好吧 然後碰到這個狀況 兩邊乘上λ i-a 再乘一次 再乘一次 這個又變成 -c2λ i-a p1 -c3λ i-a p2 等於還是等於0 這一項是不是還是等於0 是不是只剩下這一項而已 這一項是不是應該等於 這個等於0嘛 這個是等於到-c3的p1等於0 看到對嗎 p1會不會等於0 of course not 因為p1是 eigenvalue 所以這個不等於怎麼辦 是不是折c3等於0 c3等於0是不是回到這裡來就沒有這項了 再回來做一次 是不是通通通的再做一次 是不是得到c2等於0 然後是以此類追c1等於0 這樣做出來 所以是不是所有的ci通通都會等於0 聽我講很快 回去自己做一遍嘛 反正你聽我講的都沒有用 你如果回去不去做一遍 通通都不會有什麼效果 這樣清楚了 這裡為什麼要弄個p2等於什麼東西 那你說那你用正的就好 幹嘛用負的 用正的就好為什麼用負的 我待會再告訴你 但最起碼你知道說 為什麼p2變p1 p3變p2這樣你就有感覺了吧 現在只是為什麼要正 為什麼要負嘛 所以你看我幾乎對每個數字的事 都交代了巨細明移 為什麼 因為我說它的物理意義 那這邊剛剛那一張說法 就是這個說明 剛剛這個說明就是剛剛的 所以你可以驗證出來說 就算你用這個方式 找出來的generalized eigenvector 它互相之間還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它要滿足 eigenvector的特性 好讓我們以這個做例子 m等於3做例子 m等於3做例子 所以我剛剛是按照我的定義 是不是這個減這個等於0 p3等於minus p2 這個p2等於minus p2 這是剛剛的定義 這是定義出來 那根據這個式子 是不是ap1等於lambdajp1 這沒問題 根據這個式子 注意看是不是ap2 ap2會把它移過去 這個把它移過來 是不是ap2等於lambdajp2 加p1 前面這個是加0 這邊是加個p1 同理這個就變成加p2 也就是說各位 如果你這裡用正的 這邊就變成-p1 那你先看 先假設用負的 負的這個變成這樣 那這個東西我們寫起來 你看ap1等於這個ap2 所以如果ap1p2把它變成a 把p1p2這三個column vector 擺在一起 這個就變成一個三乘三的矩陣了 我稱這個矩陣叫做p矩陣 那麼ap1 ap1等於lambdajp1 ap1等於p1乘上lambdaj 這個乘這個是0 這個乘這個是0 所以p1lambdaj 所以ap1等於lambdajp1 這個乘上這個加p1 所以加p2是不是要擺個1 p1加這一個 是不是一個1要在這裡 第三項ap3 ap3就是最後一個column 最後column是p3乘上 你看它有加一個p2 是不是他乘他加上他乘他 會有一個1跑到這個上面來 你看這兩個1 因為這邊都正了 是不是要擺個1在這裡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邊用正的 這邊就變成負的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習慣寫負的東西 所以你要不要用正的 其實也ok啦 沒有人說不行 只是現在大家接受的定義 都是用負的 因為把這邊變成正的 那這個看起來 有點像diagonal matrix 但又不是 為什麼它多了兩個1在這裡 那你看這個 diagonal matrix上面 是不是都一樣的icon value 所以這個是專門針對的 針對這種同樣icon value的做法 你看如果把這個矩陣叫做p 那這個矩陣這裡也是個p 這個p的這個p矩陣是由 iagon vector跟generalized eigen vector 所形成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矩陣的向量 互相之間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剛剛說過了 linearly independent的向量 形成的矩陣 是不是nong singular 對吧 所以這個p的matrix 一定叫做nong singular p e p 然後一般來的話 這個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lambda 因為這小寫這大寫 但這個lambda matrix 本身並不是一個diagonal matrix 它上面多了兩個1在這裡 為什麼多了兩個1 因為是generalized eigen vector 所造成的 所以當你有重根的時候 就變這樣 如果你這不是重根 那就變成diagonal matrix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 Ap等於p lambda Ap等於p lambda Ap等於p lambda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樣 Ap等於p lambda 那lambda是不是就等於 你把這個移過去p vs.Ap 這是你們新鮮帶 是你們學過的 A矩陣的similarity transform 你一個矩陣 可以透過similarity transform 可以把它變成diagonal matrix 或者叫做 我們給它這個名稱叫做 這個不是diagonal 但這也是接近diagonal 所以我會給名稱叫做 Block Diagonal 從這裡來看 以這個做範例 這個照片 它是211嗎 2這個項量 2這個項量會得到一個 這個項量看 AQ 這個第一次說 我多說一次 這個矩陣 AQ等於兩個Q AQ等於兩個Q 然後呢 對這個來講 p1 Ap1等於p1 因為Igon value是1嘛 然後 Ap2等於p1加p2 在這裡來 第二個 等於之間這是1 那是1 所以是p2加p1 好 所以我把它寫在這裡 讓你看清楚 再說一遍 好來 AQ等於兩個Q Ap1等於一倍的p1 Ap2等於一倍的p2加p1 就是按照我的寫法 就是按照我的寫法 所以如果你的A矩陣 把動成Q p1 p2 各位來看 Q p1 p2 AQ等於兩個Q 我先停這邊可以嗎 Ap1等於一倍的p1 Ap1 p1在這裡 是不是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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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Ap2 Ap2等於這個 是不是一個p1 Q 跟Q都無關了 對不對 所以Q是不是都百零 因為他要乘他嘛 跟p1有關是不是一倍 那這邊跟p2有關是不是一倍 這邊跟你強調一下 你看 在這個 這個矩陣是一個三乘三的矩陣 它事實上只有兩個eigen value 一個叫做2 一個叫做1 1是重根 那2比較單純 所以你看 我如果把它變成這樣子 這本身是不是單一一個 你看這邊是不是都是0 這邊都是0 那1本身的話一定要兩個e嘛 這是一個block 你看這個矩陣 我再把這個矩陣寫一遍 這個矩陣 2000 00 1011 這個矩陣 從全部來看 它並不是一個diagonal matrix Overall來看 它並不是diagonal 那我們會給它一個名稱叫做block diagonal 如果你用一個block 一個block來看的話 如果你把這個當作一個單位 把這個當作一個單位 那這00 這就一個diagonal 只是它的diagonal不是element的 這樣的diagonal 是一個block做一個單位 那為什麼會變成一個block 是因為它裡面有重根 如果沒有重根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現在可能會被誤導 如果有重根就一定會有block diagonal 錯 舉個例子 這個矩陣是不是重根 兩個e嘛 這矩陣如果是這樣 它的p1 是不是叫做e0 可以找到兩個eagonal vector 它的lambda就是e 重根 但是它就是可以找到兩個eagonal vector出來 所以對它來講 它根本就不需要 generalize eigenal vector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不知道你們大一有沒有學過的 一個矩陣a 如果它滿足這樣的特性 或者這樣稱 如果是complex就變成這樣子 這是real 假如a的element都是real 如果element可以說complex number 這是它的hermission 如果一個矩陣滿足這樣的條件 我們稱這個矩陣is normal 這名字聽起來很怪 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如果矩陣是一個normal matrix 就算它有重根 它一樣可以找到N個eagonal vector出來 這個證明我就不太正了 所以我跟你強調一下 若重根 就已經有那個 那個general eigenal vector 不一定 那不滿你說 所以如果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其實我英文是要這樣寫的 如果你聽到a是real 就代表說它的重根 找不到對應的iagonal vector出來 但是我當初看他們這樣寫 我就覺得 這好像怪怪的 我當初最早看到 這個叫normal 我就覺得怪怪 但是它另外對應的叫real 好 這是英文的說法 好了 所以這個矩陣就找出來了 這找出來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邊簡單說一下 這個lambda 這個lambda不一定是diagonal matrix 但是它至少 至少如果你這個p 這個p 這個p矩陣選的是 用它的 eigenvalue 或它的general eigenvalue 去形成的這個矩陣 那麼這個lambda 本身至少是 block diagonal 這純數學 那控制工程的物理 那控制工程的物理是什麼 如果可以把它變成diagonal matrix 我們的control term 裡面可以個別 state的就自己獨立了 不會你控制state的x1 會影響x2 不會有這個問題出來 那我們畫一個 其實你一定知道這個 如果x大 x1大 x2大 我落寫這樣 這是u 那顧名思義 這是不是x1大的 x1 x2大的 x2加u 是不是各玩各的 x1不會影響x2 x2也不會影響x1 但是如果我把这一题改一下 改成3好了 我改成3 这个要变成三倍的X2 当你的X1会跟X2有关 这个做起来比较复杂 不是说不行 而是比较复杂 所以对我们来讲 因为这个矩阵里面 这还有一个0很简单 那我对不说4 你不就很复杂了吗 所以一般来说 A矩阵一定是 它很少有0的 应该什么数字都有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这个可以变成这个 这个如果是diagonal matrix 控制上面方便多了 所以变成说A矩阵 general的一个矩阵 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diagonal的东西 就算不能diagonal 最好退而求记者是block diagonal 有吧 所以说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就是P inverse AP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限制 A就是一个N百N的矩阵 P就是它的Igon vector 或generalized Igon vector 所以这个式子是 for any kind of A 通通都成立的当时 如果你选择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你可以把一个矩阵 一个A 如果你用这个simular transform 就可以变成diagonal matrix 但重点是 它变成物理意义是什么 就我们拿了一张纸 然后换代行软 那个电路还在电路 又不会因为你 它就换你的样子 不会嘛 所以这个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个不急 也就是数学是没有做得到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数学系 我们是工程系 工程系就变成说 那这个工程上面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用工程的角度 就是数学是可以的 我们有这个工具 也可以用得上去 但你可不可以说 你自己可不可以自圆其说 所以这边基本上还是数学的工具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simularity transform simularity过名思义 simular就是相似的 或者identical也可以 一般的比较保识的 就是相似的转换 什么叫相似的转换 各位来看一下 如果我有一个矩阵 是长这个样子 原来state equation ABCD 所以state equation 这是旧的 我要经过一个transform 变到另外一个部分去 我怎么变 你看我的做法是这样 这是原来的state的 都没有加bar的 我把原来的state的 我定义有 我假设就有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 我先假设它叫 non-singular的矩阵 我不知道 我工程上做得到 数学上做得到 我都不知道 我叫突发奇想 这个是我有的 但是A矩阵呢 就是乱七八 什么样通通都有 那我脑袋刚刚想说 如果从控制的 假如A如果是个diagon 它就简单多了 所以我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A换一换 那换一换的意思就是 那我就想 就怎么样去换它 所以就有人想到这个方式 它的方式是这样 如果这个是原来的state叫做x 我把它经过一个转换叫做px bar x bar是新的state p呢我假设 这是我假设的non-singular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成立 不知道 我先假设它可以成立 因为我们做研究 就先假设看看 再来看条件怎么去放松 如果我假设是这样子 各位看 那么这个微分 因为p是一个常数 这个微分就px bar dot 这个微分就变成 x变成p变成apx bar 这个bu不动 y等于cp bar加du 这个也没动 但因为我想写成state equation 跟这一样state equation 这里是多了一个p在这里 所以我两边乘了一个p inverse 所以我必须假设p是non-singular 两边乘了p inverse 这个变成p inverse ap p inverse b 然后y还是一样 所以你注意看看 那这样子我可以把 这变成这样子吧 这个 是变成新的矩阵叫做a bar 这个是变成新的矩阵叫做b bar 这个是变成新的矩阵叫做c bar 变成a bar b bar 这个应该就新的矩阵叫d bar 在这里d bar是不是就等于d 在这个case里面 就没变 现在动画面解释物理液 纯数学 纯数学 这是假设的 所以a barb barc bar就有 a bar找出来了 b bar也找出来了 c bar也找出来了 d bar也找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嘛 这个在你们以前学过 这个叫做similarity transform 那为什么叫做similarity 来规则 就如果我真的存在一个p 那么a bar我的目的是 希望再变成diagon 那么前面的范例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我p的选法是选这样的 那么我得到这个就变成a bar了 我a bar就一定可以变成diagon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适当是存在的 来 我们先看看 如果我这样选它 这新的系统 这是旧的 旧的是x的state 这新的state是x bar x bar新的state 新的系统跟旧的系统 其实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你只是把数学改一改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看 对这个新的来说 这个就 加这个就determinant的意思 a bar是这个嘛 si可以写成这样子嘛 p inverse p就变得没变嘛 这个变这个应该是可以吧 就是p bar移到前面来 p移到后面来 就是p inverse a p 然后这个p inverse乘p就不见了嘛 那行列是determinant a b 等于determinant a乘determinant b嘛 所以这个是顾名式又变成 三个determinant的相乘 这个是变成determinant 乘上determinant 乘上determinant 这绝对就determinant 那这两个是不是等于e 就是不变嘛 它是不会变的 物理意义是什么 a本身有它的pole对不对 它的pole是不是落在 si-a等于0的地方 新的这个state 它的pole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因为变成a bar了 这两个pole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嘛 是不是一样 similarity 是不是一样 所以pole没有改变 pole没有改变 那你说可能zero变啊 我看看zero有没有变 也就是我看穿插方形有没有变 原先的这个新的东西 g bar是不是 c bar a bar 这是按照我们以前公司的写法 新的state 这新的穿插方形 应该变成这个 照抄啦 c bar c bar等于ct嘛 a bar都把它照抄进去就好了嘛 这个照抄进去 把它运算 结果就变成这个嘛 这个d没动 跟原来的一样 所以穿插方形也没变 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穿插方形也没变 然后那个zero也没变 pole也没变 什么通通都没变 所以这就是similality嘛 那你说那什么都没变 那到底什么变 所以这个名字 在我们工程里面 再说一遍 这个similality 这是数学的说法 它只跟你讲说 你经过转换以后 什么东西都没改变 它当初的做法 只是它想法是这个没变 那当我们是engineering 所以我们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理意义是pole 这个物理意义 是不是zero跟pole 这两个都不会改变 所以代表pole也不会变 zero也不会变 所以真的叫做similality 的确是符合数学上面的similality 才能够大 那一定是something变 不然什么都没动 那你干嘛多持一举 叫做similality 多这样一个转换过来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p 刚刚讲看这边这个p 这个p矩阵 的确是有的 我们这边的说法是说 如果p是non-singular 满足这条件 我发现这样做起来就不会变 穿插方形也不会变 什么都不会变 p要是non-singular 这个条件这样 那现在就 你要去找这个p嘛 那我发现说 有啊 我的确可以找到这个p啊 我在说一遍 经过这样转换过去 在这个公式里面 a bar不一定要diagonal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这边的数学的计算 这一页178页 这边很单纯只是把这个矩阵 这个东西换成这个东西 a bar会给这个 这个p矩阵是你选的 你怎么选他也不知道 你可以转成一个a bar a bar长什么样子随便 它只能确认说 你经过这样转换以后 原来的系统的pull没变 纯存方形也没变 a bar要长什么样子 是你选了p就决定a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选 但是条件是p要non-singular 你找到这个p 一定要保证是non-singular 所以说如果我们选这样的p 这是我选的最定义 这是defined 有多少个p满足这个式子 这个是你家的式 只要满足这样 只要p是non-singular 满足这个东西 就会得到纯存方形没变 然后那个catheterisal polygium也不会变 那我们是刻意的把p选成这个样子 这是Iconvector 或者是那个generalized Iconvector 如果它都是Iconvector 像这个如果说Iconvector 那ap就等于这个 ap就等于这个 这个每个会叫lambda 那这个说法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 这里就是所谓的Abar 只是在这个case 如果你p选它的Iconvector的话 那么Abar就是一个diagonal matrix 浪达1就是浪达n 如果你这样子选的话 像各位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再简单recall一下 说穿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很复杂的东西 我经过刚刚那样转换 p这样选用 新的这个Abar 是变得很单纯 变得Abar是变得只是这样子 是变得brow diagram 所以在这个新的这里 就变得看得比较 这边是不是大家 每个state都混到在一起 在这里是不是新的这个state X1是独立的 X2跟X3两个是挂在一起 变得挂钩的 那对于X1是独立开来的 2跟3是分开来的 2跟3算一组一组 在我们电子学里面 这个叫做decaple 我把个别的讯号把它分开来的 X1不会影响X2 X2不会影响X1 特别叫decaple 这是电子学的一些说法 其实很多东西真的都学过了 但是呢 这个做起来 这是一个lambda 这个lambda就是diagon 但是如果你现在用的 不见得是econvector 有时候像这个 你找不到对不对 找不到econvector 可以用generalize eigenvector 那么这时候你算出来这个lambda 就会变成一个block diagon 简单讲哦 你不一定全部都是这种form 你也可能会变成什么 来 也就是说你看 我如果 我用四接做例子好了 差不多这样 我说你有个lambda1 lambda2 lambda3 lambda3 这样可以吧 有lambda3拉重根 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 那ap3 是等于 我先停在这边 请你记得这样消化 可不可以 这个对应的叫p1 这对应叫p2 这对应叫p3 p4是这样找出来的 我在这边 我这样假设有某个矩阵a 它呢 有三个 它里面应该有四个i个value 沾这两个重根 每个对应的 它都有p1 p2跟p3 p4变成generalized eigenvector p4是generalized eigenvector 所以它应该写成这样子 那告诉我说 因为任何矩阵都会有 iconvector跟generalized eigenvector 这是没有问题 如果这是p可以这样子选 我可以选择这样子 那我发觉ap 就会变成是ap1 这样才是个columnvector ap2 ap3 ap4 按照我们的说法 ap1等于lanta1p1 这个叫做lanta2p2 这个叫lanta3p3 都是这边写吧 这个是lanta3p4加p3 这个就这样子 这第一次 再来这个 lanta2在p2 所以是0 再来这个 p3 最后这一个 还有两个 p3在这里 所以这是p1p2都没有 所以这两个是0 有一个p3 所以这是1 有一个p4 这是lanta3 所以这个就变成像这样的情况 你把这个看在一组 这样是不是变了一个block diagram 我这个范例里面有一般的 iconvector 也有generalized的iconvector 这样要看得够清楚 所以这个就变成p lambda ap 所以ap等于p lambda lambda等于p inverse ap 也就是说 而且你找到这个p p按照我们定义是这样 p都是iconvector 跟generalized iconvector 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inverse存在 但是lambda本身就变成一个block diagram 再说一遍 你按照p如果选iconvector 或general的iconvector 你得到这个 这个应该叫做abar abar in general 它应该是叫做block diagram 如果iconvector 都找得到对应的iconvector 它就变成diagon 那diagon 我们在控制上就会有很多好处出来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